其实我非常感谢彭哥 其实以前我这样 我出道十几年啊 其实没有很多人认识我 但是因为彭哥给我 就是在张总面前这么一句话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的生活很稳定 然后让我 就是不断地有赚钱的机会 来照顾我的家里 所以 没有啦 没有啦 他也很认真啦 我是讲过一句话 我说哦 我有一天一定要让你王财 三个字叫得出名后 出去约会说 王财 我就这样就过了 哇 欢迎收看 《综艺大喝茶》 呀 这样 是的 全新的节目名称 全新的内容 哎呦 我们连阵容都是全新的 完全不一样 服装都是全新的 没错 服装都是全新的 当然啦 我跟你讲 这个新的单元 新的内容 新的节目 我们就是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感觉 幻然一新的 对 今天呢 我们厉害了 我让观众朋友们看到不一样的内容 我们要穿着西装来玩游戏 没有 对 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游戏 没有啦 没有第一关 没有游戏 但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要收拾起呢 一般呢 我们平常有的笑容 收起平常的笑容 对对对对 要换不一样的 成熟的感觉 要有不同的笑容 可以变老干 不能这样 没有 但是最主要今天我们呢 为什么节目名称要叫做 《综艺大喝彩》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 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演艺圈 有很多的前辈 对不对 这些前辈都是经过这个风霜 经过很多的成长 还有经验呢 一直到现在才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地位在 没错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必须回到本节目来 接受大家的喝彩 俗话说得好 万事起头难 是的 任何人的开始 任何人的过去 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 没错 不尽一番寒澈谷 哪的梅花扑鼻下 究竟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来掌声 掌声欢迎一下 真正台湾最帅 本土第一 让我们来掌声欢迎真男人 泵恰恰 泵爸爸好 我们来看到的 这是我们泵泵猴园 最大的一支沸沸 哎呀 鞋子鞋子 泵爸爸好 平点了 平点了 哎呀 方才就是介绍了 我在这边干一次了 泵爸爸的为人处事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因为常常在这个 不管是节目上也好 或是在公司遇见也好 他真的是非常照顾新人 照顾晚辈的一个人 碰爸爸真的人好 而且我覺得碰爸爸很厲害的一點 他現在可以成為總監 真的是有由來的 因為他其實之前來上 有欠公司錢嗎 還不出在這張總監 但你這公司也有貢獻啊 爆料1有沒有 今天的第一個爆料1 現前不還 所以今天來就是要爆料很多東西 好 沒關係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好 碰爸爸小時候的照片好不好 好 來看一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小猴子耶 你真的是這個 俗話說得好 長大長什麼樣子 從小時候就可以看出一點 端倪 以前眼睛比較大 鼻孔比較小耶 沒有沒有 你從這個視線望過去有沒有 鼻孔就是最明顯的 不是我一個人這樣 是我們全家都這樣啊 真的嗎 你得怪我父母啊 哇 這個帥了 帥了 這個一看你看髮型衣服小虎對 這個應該 可是看到這個照片 這應該是本台這個 玫瑰之夜那個時期 所拍的照片 好 碰爸爸當你自己 看到這個沙龍照的時候啊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 會這麼紅 其實沒有想過 真的喔 而且 從出道的時候 那個長相啊 其實蠻自卑的 怎麼可能 我第一天去電視台的時候 那個 裡面在開製播會嘛 製作人員我在外面等 他一定要力保我進去演戲 結果出來他們只有一個結論 是 哪有這麼快 欸 碰爸爸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你那個時候很紅 我小的時候啊 小的時候啊 我跟我媽媽就看電視 那時候就記得看玫瑰之夜 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你看 你仔細看那個捧恰恰 你喔 現在開始 你就要一直練平衡 不然你的平衡會跟他一樣 這麼麻煩 這真的是借氣 從幼稚園的時候 就常常聽到捧恰恰這三個字 對 因為老實說說 你在挖鼻孔鼻子 就會跟捧恰恰一樣大 對啊 我跟你講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現在國小那個音樂課本 有一首歌是捧恰恰的 怎麼唱 捧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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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恰 捧恰恰的 真的假的啊 已經變成教材了 好可愛啊 而且我跟你講 碰爸爸之後可以代言那個 耳鼻喉科 有沒有 耳鼻喉科 要定時做檢查 很少有人鼻孔大哥 這樣廣為流傳 成為民間的一段傢伙 還有一首歌啊 是怎麼樣 而且是台灣第一人 到現在還沒有人超越他 但是碰爸爸 聽說呢 在你之前啊 其實你出道的時間非常的久嘛 對不對 20年 對 20年的時間 你也收了非常非常多的徒孫徒弟 真正收了有三個徒弟 真正收了有三個 你平常 對於這些徒弟們 有沒有非常的照顧 呃 我認為不夠 你也知道 你覺得照顧的嗎 對 是不是 批鬥大衛是怎樣 不是啊 快人快語 抱歉抱歉 究竟你有沒有非常照顧這一些呢 你的所謂的徒弟呢 我們現場也邀請到了一個 證人 喔 他跟你有密切的關係 就在現場喔 好 我們來聽聽 證人 怎麼說 喔 Michael Jackson Dangerous 來 證人 你覺得碰爸爸有沒有非常的照顧你 啊 他要照顧自己的照顧會好色 都會照顧我回家來啊 你也幫幫忙 啊 你認識碰爸爸多久啊 哇 十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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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怕了 那他是怎麼樣對待你的 怎麼虐待你的 告訴我 他打你喔 打 啊 好厲害啊 做單穿打 睡覺也要不要挖起來打 你這樣虐待同工嗎 一睡覺我們就講得愈 挖起來打喔 對啊 這是不是女扮男裝 那不肯定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一定不知道的啦 他知道問題是多久還可以當你製造 好 沒關係 不曉得也沒關係 讓我們現在掌聲歡迎這一位 神秘嘉賓出場 喔 帥 帥氣 對 為了保護我們的正人 所以我們請GINO跟JR互順他到這個 保護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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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哦 哇 挑釁 挑釁人比你已經來了 真是性格 我沒有照顧你 你怎麼有照顧啦 你去我家鄉多少社長 你跟我說 哎呦 阿娘 喂 叫人喔 你摸到我的耶 他那個西裝過期 我沒有照顧你 不是啦 不要這樣 先等一下 我們不知道這事情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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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 你不能這樣說 你去不要說價錢嘛 不是 你不能這樣說嗎 趕快 趕快攔好 快點 保護正人 英太太孟母啦 孟母三千啦 什麼意思 你摸他三千就對了 什麼孟母三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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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阿明明說五千 什麼三千 阿明明說五千 阿娘的叫人 那些西裝 五老款你知道嗎 這我割一條大 後面去撩一條溜我的 那差不多二十幾年 撩一條青的那些 現在你聽到那時候我不知道 我就讓你哪裡收費啊 蛤 為什麼你有他家的鑰匙 他家的鑰匙就 等一下 各位觀眾 現在他們的關係 大家一定撲錯迷離 到底他們兩個是什麼關係呢 所以蹦 蹦蹦蹦蹦 以前呢 宏都拉斯啊 是蹦爸爸的 應該講說徒弟兼助理 不能講徒弟也不能講助理啦 用人啦 對 好 了解 好 那在宏都拉斯 剛進演藝圈的時候 蹦狗有沒有特別照顧你 有沒有幫到你的忙 這個要說真心話喔 唉 其實喔 不用音樂這塊也不用啦 他就要感性啦 他連國語都講不好了 他外神人國語講不好了 不好意思 我跟他講感性給我 來這裡音樂喔 讓他感性一下 感性的音樂 因為音樂給他感性一下 音樂給他感性一下 開始一下 開始一下 Ponco今天是一個 真的輸了一個老大人 那天 可以嗎 其實喔 我如果要講老大人去面子 就不會不理你了 我跟Ponco說 Ponco 我可能要離開你 來前進演藝圈 好啊 做一個發展 來Ponco你 Ponco是給我哭哭啦 他說啊 你啊 也沒什麼才華啦 我也沒唱 不也沒聽 說話也說不清楚 你現在是要去哪裡 你如果要去哪裡 你如果要去哪裡 你如果有移民時 還有 但這裡我的旁邊還有人叫 你如果去外面不燙不燙 到最後你就吞下去了 我看 你還是不要離開我好 他就哭哭我 我絕對不會有任何的發展 他希望我老的身份 哭哭啦 除了時候我比較燙啦 比較便宜啊 到最後是這樣啊 不是你後面等一下接這句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意思是說 我們這樣說感性的啦 他是希望我不要去 在演藝圈打拼 是蠻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就跟他說一句話 我說喔 Ponco真的 我今天去外面拍 咖哭說 我真的不成才 我如果要回來找你的話 你願不願意再收留我 啊 你看這句話我就感動了 他不管你變成什麼樣子 化成灰我都會收留你 啊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我當初為什麼反對 好感動喔 因為他的個性啊 他是比較木納 他比較不會表現 別這樣唱 別這樣唱 對 別像王仁普這樣說話 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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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知道 不要知道 不要不要知道 你一直在保錢啊 不要知道 你一直在保錢啊 你一直在保錢啊 你是保鏢 你是保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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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鏢怎麼自己做太難啊 你是保鏢啊 不好意思 你是保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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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什麼都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對 但是 但是後來啊 這個洪杜拉斯 是 開竅 從那個葉教授開始 哇 整個洪托半變天 對 辛苦耕耘終於有收穫 嗯 他還是算有實力的 你不錯 有一件事情他不曉得 記不記得啦 我一定記得 什麼事情我都會記得 我覺得那個是我對洪杜拉斯 最大的一個心意 真的嗎 就是說喔 他說出去做法案看看 那我說我讓你多賺一點 你早上到我這邊來 只要到我們家裡面來 然後看到你來上班的 下去車庫你就走人 對對對 然後薪水照臨 所以其實你應該也是 對這個碰爸爸 非常的感謝 當然 一路的這個照顧啊 還有培育 但是我告訴你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 唉唷 耍下去這個神秘嘉賓 絕對讓你嚇一跳 嗯 這個神秘嘉賓 他是一個女的 碰爸爸 因為我跟你講喔 這個女的啊 他哭著跟我們講說 被你拋棄 唉唷 哭著耶 你要想喔 你自己招認齁 就沒事喔 我跟你說 我從我懂得要追女孩子以來 天天都拋棄 不是 都是 都是我被拋棄 人家說齁 你敢一虐待就算了 一氣 聽說 你還常常折磨他 而且是在眾人面前 叫他做一些 高難度的動作 蛤 你是變態 你是變態 你怎麼可以這樣啦 他就是變態啦 他變態 我要說他變態 好 沒關係 他是不是有變態嗎 我們現在請這個神秘嘉賓 來講講話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神秘嘉賓 好 女的你看 這麼阿諾多姿 這麼窈窕的一個淑女 你竟然這樣子摧殘她 你到底還是不是人啊 而且她今天一度不願意出面 等一下 我要看她會不會跳舞 Oh yeah 但是 因為你的一句話 我可以到現在 我把我的第一次給了你 第一次給了你 我發誓 我還沒碰過第一次 不是啊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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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的是真的 她說的是真的 爆料 又爆料 這個 這個壓 應該是今天最大的 欸 這節目不是很感性的嗎 對 那是你說這個啊 我跟妳講 每一次 只要我做的不如她的經 她不舒服 她不放心 就叫她一直重來 一直做 做 做 做到都買給我一次 啊 啊 說爸爸 想得到這個人喔 沒有 我再給我解釋一下 什麼不買我就重來 我跟妳講我基本是 又一個就倒出來 妳怎麼說的都沒收到 妳不要啦 妳不要啦 所以她講的不可能嘛 我跟她良心 好 沒關係 現在就讓我們掌聲歡迎 這一位神秘嘉賓出場 哇 蔡華傑 妳連這個都 妳補的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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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是誰說補的就有 沒有 我補也是很幽氣的 是 難怪剛才有講 長江後浪推前浪有沒有 對 一旦還比一代爛 怎麼會這樣子呢 正人先吵起來 真的 欸 我們今天是 我她的助力耶 我是她的助力耶 助力 助力 我告訴你那時候 多虧的妳知道嗎 是啊 回去外面都吃的蚵仔麵 蚵仔麵有嗎 蚵仔麵穿我15塊 我可以吃蚵仔麵 不能叫第二碗 那時候就這樣對台人嗎 對 這麼糟糕 有時候連叫我第二碗 就不能喝 對啊 你給我高興耶 我那10點半 腳上的說 妳去起來來當球 當時六塊 對 對啊 對啊 對 都會給我們驚訝 今天最你跟她說 你們講完了嗎 彩华姐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們當初是如何成為 這個師徒關係的 因為我非常感謝鵬哥 就是他在那個 三立的張仁華 張總經理的面前 說啊 我跟彩华不錯 因為我跟鵬哥認識了 十幾年 他第一次叫我演戲 他第一次當導演 就是叫我演一個 野狗的路主角 沒帶輸的 沒帶輸的 就野狗不能說的 內心戲 然後經過好幾年 我們一直都沒有同黨過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 要做一個台灣大廟口 他就跟張總建議說 王才華不錯 可以讓他來試試看 就因為這樣子 這麼一句話 我就 就在台灣大廟口主持節目 那時候 那時候碰到說 他三立的 大家都有送禮物 因為他很缺 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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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缺 小氣 所以 不敢開心 他整個 當場就說我做徒弟 我好開心 那是我最大的一個禮物 我感覺非常地 對 對 這個我們現在也有一些照片 就是當時呢 彩華姐啊 拜師的照片 唉唷 你們還有儀式喔 還有照相喔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初呢這個幾張照片 看照片就知道了 唉唷 唉唷 這個還在啊 彩華姐 你的臉還比較白 這是叫做賠酒啦 臉還是白光 好像在賠酒 而且你那個很像酒家女耶 我當時去酒店 我怎麼不知道 你平平就是齁 彩華姐以前在酒店上班 你去那邊唱歌 去那邊唱歌 喔 這是那個啦 結婚照片 不是 哪個是彩華姐 看起來好像結婚照片 兄弟覺得是一個女的還是誰啊 看不出來嗎 這是鳥來博的演員啦 對啊 還有喔 還有嗎 這什麼 孔恰恰收女弟子 運功灌頂 唉唷 對 就是那個時候 原來不只做醫師還有運功喔 對 而且最厲害的是 收徒弟 他還發稿 你根本就是刻意安排好的 明明收徒弟 就是為了他自己的演藝生意 來說 喔 我要吃個土豆 然後我有新聞 但我們好奇 我想請問一下 我可能不懂 如果你收那個女弟子啊 那個碰勺不會吃醋嗎 居心婆子 基本上 我老婆會看那個人齁 他的第一個直覺 會不會發生問題 他看王朝是不可能的事 喔 對 本身硬感也是OK的 沒有呢 從此沒有任何的懷疑 完全沒有 因為我的演奏啊 好可怕 這問題不是在 好可怕 這問題不是在你身心 凱華姐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喔 碰爸爸收你做這個徒弟對不對 重點是碰爸爸有沒有教了你什麼東西 對 教我可多的耶 好多喔 用什麼方式教你 你說都是教你做困難的姿勢啊 對啊 一次又一次的 我們碰得很嚴格 每次我們拍戲 然後是導演 然後每次就五四三二一轉過來 要掉眼淚 我怎麼掉啊 哪裡啊 哪有那麼厲害 然後一次不行又一次啊 然後就會一直轉的一直要掉一掉一整 就一次又一次的要你轉頭掉一整 那你講的是演戲 對啊 一定要滿意為止 那這個我就要補充說明 早期彩華喔 是跟人排排戰 中間那位是豬哥亮豬大哥 對對對 那你要半天要插上一句話就很難 對對對 那我就看看 這個女孩子很可惜 他其實可以很活潑 戲也會演的 你要交踏於五行當中 哦 慢慢地讓他了解說 他就不知不覺當中 把它改變過來 所以五行當中改變 這個也是我 到現在為止 我滿引以為傲的事情 而且可能會走 所謂的女諧星的路線 那我想這個人 他可以演所謂的內心戲 但是你要怎麼改造他 你不可能帶來訓練嘛 那就從戲中慢慢去磨 去改變他 後來我覺得 我這一點我做得滿成功的 那當時彩華姐沒有任何的抱怨 妳有抱怨嗎 沒有 沒有抱怨 其實我非常感謝Pon哥 其實以前我這樣 我出道十幾年啊 其實沒有很多人認識我 但是因為Pon哥給我 就是在張總面前這麼一句話 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讓我的生活很穩定 然後讓我就是不斷地 有賺錢的機會 來照顧我的家裡 所以 沒有啦 沒有啦 他也很認真啦 我是講過一句話 我說齁 我有一天一定要讓你王彩華 三個字 叫得出名 出去約會 王彩華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其實因為我自己 從以前就滿自卑的 因為我的家庭環境的關係 還有我的書 讀得不是很多 所以我出來有時候 跟人家我就會很 自卑感很重 然後Pon哥這樣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又說我做徒弟 其實我真的很感恩 謝謝Pon哥 嚴格講起來 Pon爸爸是一個非常好的伯樂 不過我覺得在這邊 也是要跟這個年輕朋友們講一下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有時候你在做 不管是演藝圈也好 或是任何工作都好 你都會碰到你的上司 他們對你是非常嚴苛的 要求非常多的 但是這個時候 就是你是不是 可以考驗自己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像彩華姐 像洪杜拉斯一樣 可以熬過這個關卡 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再更前進一步了 所以修行還是在自己 對 修行還是在自己 所以呢 這個Pon爸爸的功德算無量 那沒有 對 王彩華 彩華姐的這個算是給 Pon爸爸一個階段性的目標 算是完成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彩華也是他的驕傲 真的是Pon爸爸 對 你這樣講是對的